喔沒有耶你看 喔沒有耶你看 它這個 沒有耶它這個行動數據加速功能 其實是你可以加 喔沒有耶它的這個 喔這個行動...說錯 沒有耶這個行動數據加速功能 它有一個可以開全加速模式 就是它可以使用 WiFi跟行動數據 兩個同時傳輸 來增加我們傳輸速度 這什麼神奇的 超帥氣的功能耶 這真的是超特別的一個神奇的功能 網路加速的神奇設定 所以這個雙頻段 這個雙頻段WiFi其實就是連接一個主要的WiFi 還有一個次要的WiFi 那你就可以兩個WiFi同時使用 真的是還蠻特別的一個功能 但是目前我沒有辦法測試 因為我們家只有一個WiFi熱點而已 所以還蠻可惜 那它還有下面一個叫做 行動數據加速功能 那你還可以把這個行動加速功能 當成一個輔助 就是行動數據是... 這個雙頻段WiFi真的是還蠻特別 就是它可以連一個主要的WiFi 再一個次要的WiFi 那兩個可以同時使用 讓你的WiFi速度變得超級不低爆炸快 超神奇的一個神奇加速功能 那它還有另外一個叫做 行動數據加速功能 你把它打開你可以來調整說你要用... 那它還有一個叫做 行動數據加速功能 那你如果把它打開的話 你可以來調整 行動數據是輔助的功能 就是WiFi速度變... 那我們還可以再打開一個叫做 行動數據加速功能 那它還有兩個模式 第一個就是WiFi訊號變弱 那它的行動數據就是會開始使用 因為有一些無縫接軌的概念 那第二個叫做4 那4就是同時連接WiFi跟行動數據 然後兩個速度疊起來 我也不知道它怎麼辦到 反正它可以把WiFi速度跟行動數據 兩個速度疊起來 讓你的速度變更快 這些是什麼神奇的魔鬼 那還有另外一個設定 就是這個行動數據加速功能 這還蠻酷的 就是它有兩個選項 第一個就是輔助 行動數據是輔助的部分 就是WiFi變弱 訊號不好的話 它就會切換到行動數據 那第二個叫做4 就是全速在跑 很神奇的就是它可以把WiFi的訊號 跟行動數據的訊號 連接在一起 讓兩個同時使用 讓你的網路速度變爆炸快 這是什麼神奇的黑科技 真的是太帥氣了吧 從來沒有看過這個功能